我们养花嘛 肯定是希望花又大又多 我当然也不例外 因此就实验了一下 不间断给肥法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有几颗的花都非常的多 前几天呢 就发了一个视频 说如果想开花多的话 如何如何施肥 首次把这种 不间断给肥法 推荐给了大家 那期视频是488期 不过发完之后 我其实是有些顾虑的 这几天我就一直 有一点点担心 怕是会误导大家 因为肥少了 其实问题不算太大 但是肥多了引起肥害 是很难处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就再发这期视频 做一个补充吧 不间断给肥法 这个叫法 是今天早上我才想到的 在做488期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想到这个名字 我现在觉得这个名字 也挺贴切的 我们就是让根 生长的环境当中 一直有肥 中间不留空肥期 也就是不间断嘛 但是这是有一个前提的 前提就是 蝴蝶兰正处在生长期 而且是健康的 没有毛病的 环境条件 也都是合适的 主要是指温度 一定要在 室生范围之内 具备这些条件 蝴蝶兰就会长得很好 长得好 虚肥量自然就大 所以这个时期 我们不间断给肥 它当然能长好嘛 它长好了 花儿自然就多了嘛 这怎么听着 就像车轱轱的话 但是很简单的 也很好理解 就像一个人的 婴幼儿青少年时期 如果是吃得好 穿得暖等等等等 各种条件都比较好 这个人会长得比较好的 如果这个时期 饥寒交迫 您等着二三十 您条件好了再补 来不及了 所以不间断给肥法 适用的条件是 外部环境合适生长 蝴蝶兰本身 又正好在生长 那我们这会儿给肥 就要抓紧时间 不间断地给肥 但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 就要灵活掌握 该间断的时候 就得间断 比方说 虽然外部环境是合适的 温度什么什么都合适 可是它就是不长 也就是姜苗 这个时候不需要给太多肥 让它慢慢缓过来 保证它不干就行 关于蝴蝶兰姜苗的原因 我不是太清楚 但是我有遇到过 我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等 等到它自己缓过来 甭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姜苗 它在姜苗 它不长 对肥的需求自然也就不大 甚至是几乎不需要 这种情况给肥也是白给它 倒不是仅仅因为浪费 这个肥这么简单的事 万一肥再给积累多了 造成肥害 就更麻烦了 更难缓过来了 如果蝴蝶兰正在生病 这个时候身体比较弱 也不适合给它太多肥 所以呢 这个时候也是可以断一断肥 当然看病的情况了 是减少一些肥 还是彻底断肥 这个一定要根据病情来决定 再就是温度不在室生范围之内 不论是高了还是低了 都要停肥 说到这儿 比较麻烦的问题来了 生病和姜苗这两种情况 还是比较好操作的 高温低温 特别让人头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是自然温度 这一天当中温度都在起起伏伏 就更别说连续的几天之内了 反正悉尼这儿是可以做得到 今天二十 明天四十 甚至中午四十 晚上二十 可是我们浇水施肥 又不可能一会儿一遍 这会儿合适 浇进去了 没一会儿不合适了 我们也拿不出来呀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来说一下我的应对办法 先说低温 我这不是冬天刚过完吗 印象还比较深 先说冬天的事 我这儿温度就是自然温度 室外夜里低温能够有八九度这么低 室内基本上在十度以上 这说的是夜里最低温度 白天的最高温度呢 冷的时候有大概十五度左右的时候 最高十五度左右 当然也有高的时候 高到二十度上下 我在给水肥的时候 主要就观察两个方面 一个是蝴蝶兰本身 它是不是在缓慢的生长 还是说完全停止不长 当然还有温度情况 主要是看天气预报 接下来这些天的大致温度是怎样的 在整个冬季有好多颗都是带着花芽的 虽然花芽长得很慢 但是是能看得到它也是在长的 那这些呢 我的肥也是不间断的给肥 只是因为温度低呢 给肥的间隔会相对长一些 给肥的方式也做了一些调整 连续低温的时段 我就不泡盆了 只是往里滴一些肥水 给肥水的时间呢 尽量选择比较温暖的时段 比如说中午 但即便是这种少量低肥的办法 也是会有残留的 过段时间也需要冲盆 那冲盆真的要看天气预报 选择比较温暖的天吧 来进行冲盆 冲盆用的清水 可以是接出来的自来水 静置到室温之后的清水 也可以是加温过的自来水 我的办法是厚着用自来水 因为省事嘛 那么多盆 对吧 冬季冲盆 我就会把自来水的水温调整一下 用手试好 试着不能是热的 就是不凉就行 我没有具体去测量温度 应该是略微高于室温一点点吧 可能在20度上下 我是这么觉得的 冲盆的时间段 我也是尽量选择在接近中午的时候 这样冲完之后 它也不至于特别冷 冲完 我就马上滴一些肥水进去 这是指有在生长的这些 还有一些呢 没有花芽 它也不长 完全不动 这些我基本上就不太给肥了 但也有例外 就是那棵 我说叶子长得那么好 那么大 怎么不出花芽呢 虽然它没有花芽 我还是按照有花芽的这个蝴蝶兰 来给了它一些开花肥 前段时间出花芽了 而那些没有花芽 也不长 看上去比较弱的 我就没有给它们开花肥了 让它们休息吧 后面天气稍微转暖一点的时候 我给了它们一点点生长肥 最近当然都暖了 所有那些都在长 再说遇到夏季高温的时候 我是怎么应对的 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高温一定要注意通风 虽然看天气一暴 高温天暴的温度会非常的高 但是呢 一个是可能就那么一天 另外一个呢 那一天的高温 也不是24小时都出在高温段 也就是某个时间段内 温度达到一个顶点特别高 其他的时间 可能温度没有那么高 而就整个夏季来说 温度比较高 蝴蝶岸生长是比较快的时间段 所以我通常也是不间断给肥 但是不选择天气暴 抱着特别高的那些天 施肥 躲开那些天 施肥的时间段也尽量选择早上比较凉爽的时候 再就是更经常的冲盆 可能每次给肥之前都要冲洗一下盆 就用自来水的自然温度不调温 我家的自来水管子是没有暴露在外面 打开之后不会有那种晒得特别热的水 如果您的自来水管有一截是能晒的 一打开是特别烫的水 那这个水不行 夏天更经常给它冲盆呢 一个是可以降温 当然也可以冲走肥害 最主要是高温的时候 细菌更容易滋生 经常冲一冲盆呢 就能清新盆内空气 流水不符 互输不度嘛 经常冲一冲 就能冲走一些病菌的危害 我说的这个高温低温 就都是根据我这儿情况来说的 您那儿的情况呢 可能不一样 当然是按照自己的情况来调整 比方说您的冬季可能是有室内取暖的 那这个外面的天气预报的情况 对室内影响可能就不是很大 按照室内的情况来调整掩护方式 包括夏天也是一样 如果夏天使用了空调 就按照室内的这个温度来调整 如果夏天室内有空调的话 倒是需要注意一点 蝴蝶兰长期都在不太高的温度下 也是长不好的 因为有空调嘛 室内人比较舒适的温度 可能不太会调到接近30度吧 虽然说它的室生温度上限是28度 但是在自然温度下 这个温度恐怕很容易会过28度的 意思就是说原生自然状态下 某些时段的温度可能30几度 这个恐怕会经常发生 它也是适应这种情况的 如果是人为调控空调一直都是25-6度 有可能也会影响它生长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因为我家里没有这样长期使用空调 所以这个方面的经验我还没有 只是猜测 最后呢再说一下 薄肥秦师这个原则还是要坚守的 我给的这个办法呢 依然是薄肥秦师 意思就是薄肥还是那个薄肥秦师 稍微做了些手脚 真的很勤啊 不间断 虽然说是不间断 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有时候也会断 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嘛 会忙不过来 或者这样那样的事情一打扰 是有断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但是没关系 即便是我三不五时的也给间断了 那花依然长得还行 毕竟除了水肥之外 还有环境配不配合的因素在里头 所以我们在家养就近人是听天命 能够养开花 我们就很开心 如果还能开更多的花呢 那就算是个惊喜吧 我记得更多的花呢 就是这样的花呢 我记得更多的花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